阿娇估计最羡慕的就是张博之了吧 阿娇从来没有掩饰过自己想要一个孩子的愿望 这次在节目中又一次坦诚说出来 仿佛是对阿娇前夫最大的打脸 当初阿娇和赖红国离婚时 明朝暗讽事是阿娇一结婚就后悔了 他是不被爱和被放弃的那一方 可是离婚之后就迅速找到了新妻子 但是阿娇曾经在节目中自爆自己增肥二十斤 就是为了备雨 结婚之后阿娇也是带着赖红国一起录制综艺 还力挺老公病没有靠着自己的收入生活 阿娇的做法看起来和赖红国形容的一点也不一样 传闻当初阿娇和赖红国结婚之后 就冻了三个卵子随时准备怀孕 面对记者采访的时候 好像也是她的老公没有这个打算 如今和阿娇离婚之后 倒是很快再次结婚 妻子也已经怀孕 或许真的是失败的婚姻对阿娇影响太大吧 节目中的阿娇处处透着自卑和阿娇不一样的 张博之显然就活得更自在 两人都是因为陷入了陈冠希的照片门事件中备受争议 同样都有失败的婚姻 估计是因为张博之和谢霆锋还有两个儿子 这样对于张博之来说也是一种安慰吧 毕竟张博之早就有先见之明的签署了婚前协议 无论什么原因离婚 孩子都归她所有 如今张博之又有了三胎 也不知道是偷偷结婚了 没有公布 还是因为其他的什么原因 但是和阿娇一比 张博之也算是人生赢家了 阿娇要是和张博之一样 想得开就好了 其实想来每个人都有过去 只是明星的过去被放大了 不知道是赵佩门的事件对阿娇影响更大呢 还是失败的婚姻对她影响更大 如今在提起之前的婚姻 阿娇还是一副支支吾吾不愿意说的样子 想来她也是很担心自己的将来吧 正如有的观众说的一样 阿娇肯定不差钱 她要是和张博之一样做一个单身妈妈 肯定也会把孩子教育得很好的吧 关于此事大家有什么看法呢 明明阿娇和张博之有这个相似的经历 但是阿娇还是没有从各国去走出来呢 欢迎大家在评论区留言讨论